好 继续带你看到花莲省政府近几年来投注经费来强化改善校园环境设施 提供孩子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备受好评 那么5月10号上午县长徐政卫也是亲自南下玉礼镇视察大宇 玉礼以及长梁三校同时来倾听需求 要求校方提报需求县政府也将全力的协助改善 为了建制友善校园环境打造试学优质的教育空间 县长许正卫顶着艳阳南下视察玉礼镇三所小学 首站抵达大与国小巡视校园 校长杨朝全提出相关修审计划 期划县政府给予经费溢注 有有有然后这边会做啦就是县长给的部分 这个因为这个PU球场比较已经线都不清楚 此外县长一行人也来到玉礼国小 跟着校长张又先视察中央厨房以及游泳池 听取校方的需求 县长许正卫也则呈现教育处 积极解决校方办理提报相关改善工程 为学童学习环境的安全来把关 没有办法一次四天都可以 对不对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就看你的排序 那我先坐那个 你们自己送案子的时候就排序上来 好不好 好 谢谢县长 结束了玉礼国小的视察行程 县长许正卫随即驱车前往常良国小 校长张乃迁陪同县长 提出从校园大门 司令台旗杆 校园走廊 照明灯老旧破损等问题 县长许正卫也给予正面回应 将协助改善 提供师生优质的学习环境 县长许正卫南下视察玉礼镇大宇 玉礼以及长良三所小学 请听校方的需求及建议 从大致三千多万元的中央厨房建置 小岛登具破损更换 县长许正卫都高度重视 县政府也将全力协助改善 为花莲的孩子建构一个友善的学习场域 记者是玉蓝玉礼镇采访报道